劉斑好像要調整點分數 又到第九場1200米泥地 泥地 這裏有5隻馬贏過 有2隻馬從未落地 哪2隻呢? 第2號紅運大師 這隻馬是2V1 3匹1個第4 這路程是戰績標柄 上將市卓鋒 跑1600米泥地 跑了第六名的9倍 現在縮程了 縮回到一個 跑得厲害的路程 跑過7檔 現在6.8倍 其實也值得 另外1隻馬從未落地 就是田泰安 6檔 跑一次贏一次 上將波競士10倍 跑第4千4 現在又回到100%的路程 加上田泰安 跑1200米泥地 是冠軍來的 27%取勝率 應該不是簡單的 因為莫雷拉 潘頓的那些 都是10%多 在香港營運了這麼久 大家都有這麼老資格 為什麼他跑1200米泥地 特別出色呢? 50%上名 所以這隻馬我比較關注 另外聖神也很好 很高賽職 1win3Q 1個落地 4次入Q 1次落地 很好 但他有一個疑問 他是3班贏馬 現在上來2班跑 如果 現在跑過10檔 那種馬沙地 那種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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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新力寶 我覺得 新力寶 在3班那裡 是很有機會贏的 上來2班 就好像 不夠跑 現在都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 降到3班 再想 那隻馬 每年都有得贏的 那隻馬 我都中過他一次 如果要我選一隻 我選真妙星 我選田泰安 因為他 從未落地 上次跑第4 波鍵士跑 1400 交給田泰安 那 他曾經在這個路程 贏過超能力 所以 一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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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5次 5win2Q 1P 2個落地 就是 8個位置 2個落地 都很好的 那如果 我要拖 我就拖個2號 真妙星拖2號 或者拖個1號 那 我只關注這個真妙星 看他怎麼跑 這個 沙田泥地千二 最好成績的劇之旗 不知道他這場 聖不聖 其實我也想過 想選賀明年 那隻2號 他從未落地 不過我 剛剛 買了一隻 叫做智力同心 好像 都不向前爭 好像很不積極 所以 我都 都 唉 這隻馬很好的 戰績標柄 我選一隻 5號仔 真妙星牌 第六檔 7個賽人 這次 阿沈集成狂追 嗯 現在50場 羅浩泉也是 枕主也有馬贏的 之前 羅浩泉 今個月都贏了5場 對 雷劍威也是 之前阿枕主也贏了5場 對 今天還沒有 雷劍威也是 雷劍威也是 之前阿枕主也贏了5場 今天還沒有 很快 真的 搖本輝最近成績都不錯 就開始調整完 真妙星暫時都還 Janny選了2號行頭 即是賀銘連行頭 主持也要2號做膽 但我有些陰影 我今天有些陰影 即2號的賽職好 和你這個真妙星 都是從未落第2個馬來的 2號5號 有沒有青森星的走位 青森星的走位 前面有很多馬走 有些遮住 遮遮 拍到二碟 最棒 看看積極一點 如果走得快 對真妙星是有幫助 不是很冷 同學 我看了這麼多年馬經 我覺得 很少找到有一份 是講這個概率 即是講這個 可能性的馬經 即是 很多東西都是憑 看慣那張馬經 自己推算出來 即如果有一份馬經 就不是講聚術式的 馬經 即是 跟誰跑 跑什麼路程 跑第幾 2112 227 即不是那種 我想要一種 譬如1號馬 取勝率多少 位置率多少 騎士取勝率多少 位置率多少 有些數字 像我那些馬迷 喜歡計算數 即是 用腦 減少腦退化的速度 其實都很好 但香港就沒有 那些數字 用一些圈圈 看馬會的免費馬經 它有一些圈圈 在頭頂 圈著 三圈 兩批 兩Q 都要自己推算出來 如果有一份 是概率形式的馬經 我想都會挺受歡迎的 或者是APP 或者 現在看看那些票 就是 12號下了幾格 綠色 3號下了幾格 綠色 大熱滿Q 就是15 5號是什麼 5號是真妙星 這兩隻馬 都是戰績標柄那類 2號還未見 2號反而去到7倍 4號 4號有2格 12號有1 2 3 4 5 6 12號有6格 屬於快還未見 22號 4號是保證的 1 5 會辛勒 一一個 情形度 很多我們準備 大了 4號有self 油 6號樂日 Q飛,好像有點混亂 6號,12號 Q飛 4號會不會過頭呢? 一路走下去 過了 43元 正式成為大熱門 4號馬精靈勇士,初跑泥地 初跑泥地 現在有格子的 就是 6號勝利威龍 位置6格 5號是大熱門真妙星 田泰安 沙田千亿冠軍 騎士 沙田千亿泥地冠軍騎士 2號仔 越來越冷門 8倍 人們都不敢買 賀永連 那裡 聖神那些 8號仔 12倍 沒什麼動 12號 團結精神 現在已經沒有了 6格 已經下來了 已經 金鼓齊名下來了 1,2,3,4,5格 普通 不是很明顯的那隻 精靈勇士 他們主要對手 好了時間夠 看看這場怎麼跑 初戰泥地 精靈勇士 全部馬不準備 妥當9場賽事 二班泥地千二 暫時大熱 是5 4、5很近的 這飛 王極居益 好 一搶出來的時候 前面團結精神 外面快 賣變同樂日都快 中間紅運大師都快 三日馬快 最出還有這隻 精靈勇士 第五位 淺藍衫新力補 內蘭還有勝利風範 馬嵐中間紅眼罩 紫色衫金鼓齊名 外面就醒神 大約背衫 大約勝利威龍 後面一對 分別有真妙星 紫色衫的 藍衫暫時包尾 是超能力 過了這個八百 團結精神 兩隻 1號5號 大熱在後面 怎麼追 第五位 反而這隻鵬國年 那隻 賀明年 反而是 在前面 藍色衫 透出去了 就是這隻真妙星 打緊包尾 入直路超能力 好了 入直路了 精靈勇士 在中档透出了 追緊他的馬 有紅運大師 馬嵐中間追 還有勝利風範 在外面還有新力補 大外擋那邊 還見到勝利威龍 上些 最後八多米 精靈勇士還是佔先 紅運大師追緊 新力補也上 上近 埋便位置勝利風範 接近終點了 外面一隊上來 有這隻新力補 外面 爆冷 新力補47倍 紅運大師 好像紅運大師 有機會贏了 新力補1號 好像是 但是Q便是冷碗 11號 2號 4號 差一點 開到齋 薄雷拉 放到口 最後都是第3 精靈勇士 第4號是7號 勝利風範 還是咬前的馬雀 好一點 還有泥地跑得好一點 黃進的勢力 開到齋 結果中間還有 足夠大勢 沒有 不是太幸運了 紅運大師 跟 mug 會贏馬 黃進跑第二 逃跑到 打到 打完 1 2 3 名 第4名7號 暫定名廁 才發重播 黃記的益 後 一場出來的時候 前面團結精神 那两只有飞马都不知道在里面 好像夹定那样 超能力和真妙星 竟然可以包尾的 不要看它了 那在前面 那些实力马在后面 造就了这个 何敏年有机会 那些冷门马有机会 就是红运大师新力宝第四位 第五位埋变红眼罩 还有金鼓齐鸣 在外面是醒神 再厚一点的马 勝利风范移一点 勝利威龙的粉红眼罩 兜出去就是这只真妙星 包尾进直路超能力 精灵勇士以为赢了 这只红运大师就咬住 现在已经是入Q了 以为是第二算数 谁不知他越跑越幼 这只新力宝 又越跑越幼 这只泥地马 好像 差一点就禽了 这个 何敏年 都很厉害 这只十一号仔 新力宝 这只四号 是输了一个码头 泥地性能好 又轻绑 不过我会飞的 这只新力宝 预计派採了 跑第一名二号 鸿运大师 读人92元 位置派24元 跑第二名就是11号 新力宝 位置派125元 跑第三名 四号精灵勇士 位置派17元 跑第四名就是7号 胜利风范 年营2答 十一派1980 二重彩 二号十一号 顺续派2972元 单天2号 四号十一号 二千二百五十四元 看一看 二号十一号 四号 顺续派20134元 位置Q 二答十一派491元 二答四派71元 四答十一派318元 一分零半秒五四 迷糊时间四线到 那只从未落地的其中一只 有两只 一只五号 一只二号 从未落地那只赢了 冷漫点那只赢了 一号五号 一直都在后面 你拍一下他 蔡若翰这一轮的马都挺厉害的 还有希斯这两个 经常有马赢 我猜他中到的 我猜他 但好像 都是 都是给他个赞 真是很厉害的 阿基很厉害 我猜他 有时候马经就是这样 从未落地 真的从未落地 买了自己 有特性的跑一个路程 真是好 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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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